大家好 今天是大年初一 先跟大家拜个年 祝大家在猪年 合家欢乐 身体健康 万事如一 尤其是在导共民主事业上面 心想事成 今年我们争取一起把中共推倒 让民主起步 今天我想讲的话题是民众动员 前几天 我们已经看见了 在委内瑞拉的街头 出现了 同时出现了几十万上百万的民众 在全国各地 同一个时间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这就是民众动员的结果 这就是因为 委内瑞拉他们的反对派阵营 他们的反对派的领袖 号召民众一起走上了街头 民众动员 有时候在有些国家 就是这么简单 领袖和领导群体 一声令下 所有的人都响应号召 但是我们中国就没有这个条件 因为我们中国的反对派领袖 虽然很多人在历史上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为民主事业 他们有这样的资质 但是中共对他们是痛下杀手 这些人要不是就已经被迫害致死了 要不就是现在还在牢里面 我们没有一个成型的这样的成建制的反对派的阵营 我们也没有反对派的领袖 那怎么办呢 不要紧 还有别的方法 2011年的时候 埃及革命 他们的动员的方法就值得我们借鉴 他们是什么动员方法呢 他们是用互联网来进行动员 2011年的时候 埃及的一批年轻人 他们用脸书推特 这个用的非常的多 那么脸书里面的其中有一个群体 他们就有40万人 那个群体的群组 那个脸书群的群组 他叫古利姆 他是谷歌在中东地区的一个部门经理 30来岁的一个年轻人 非常有正义感 那么当埃及这个民怨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而这个古利姆又看见埃及的邻国 图尼斯的这个茉莉花革命 已经成功了 那么他就通过这个脸书 在群组里面发了一则消息 说1月25号 2011年1月25号 大家一起上街 把穆巴拉克赶下台 那么这一则消息 在瞬间就得到了10万人的响应 这个脸书群组一共40万人 一共得到了10万人的响应 而这10万人 这就是动员的一个平台 这10万人再把这个信息 向他们所知道的 他们所运用其他的这个社交媒体 通过这样一些渠道向外传播 那么很快 全国人都知道了 1月25号 大家要上街游行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 共同的一个预期 一个共识 那么那天呢 就真的 真的 有几十上百万的人 走上了街头 这就是埃及的方法 在互联网时代 我们要善用互联网来进行动员 有了这个互联网 我们没有陈建制的反对派 我们也没有反对派的领袖 但是 我们能够掌握互联网 我们能够把互联网的这个动员渠道畅通了 我们就能够把民众一起约定上街 约定的革命 那有些人 有些朋友可能还有一个疑问 说我们中国哪里有埃及那么幸运呢 我们不联网啊 实际上是已经被阉割的 我们在 实际上是一个局域网啊 这个互联网 它是周边是有城墙的 我们见不到外国的这些 社交媒体啊 脸书推特 我们都用不到啊 而且在国内的这些社交媒体 微信啊QQ啊这都是被严密监控的 而且他们是被啊 这个封割成碎片化的一小块一小块的 他的这个群组 他的这个规模是受限制的 比如说微信只能是500人一个群 那么QQ可能多的能达到2000 也仅此而已 没有办法像脸书那样上不封领 一下子搞可以搞个几十万上百万的这种群组 也没有像推特那样一个人呢 可以有几百万几千万的粉丝 怎么办呢 不要紧 我们只需要比他们呢 做更多的功夫 下更多的力气 花更多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达到他们的效果 他们用一个群组聚集了40万人 我们用100个1000个1万个这样的群组 来聚集40万人行不行 当然行啊 我们中国还有一个特点呢 我们中国人多啊 我们中国这个民怨强大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有的这些对现状不满的人 这些有志之士 大家每个人都建立一些群组 每个人建立10个20个 甚至50个100个 困难嘛 不困难 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 我们就可以建立了起来 而这些群组到了当民怨成熟的时候 当某一个事件啊 引起了大家共同关注的时候 当大家通过某一种形式啊 能够在某些事件上面形成共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共同来进行动员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在海外的建立的这个全民共振平台 也就是想让大家在这个行动上面呢 形成一些共识嘛 那么形成了共识之后 大家再用各自的这个社交媒体的这些平台啊 这些微信群啊 这些QQ群啊 还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 我不一一点名了啊 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啊 网络平台来进行动员 我们是可以成功的 只不过是比埃及人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 这刚才说的社交媒体这是一个啊 这已经是互联网2.0啊 比较先进的版本的动员的方法了 我们还可以运用互联网1.0的动员方法 那是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个1998年还是99年的时候啊 法轮功曾经动员过一次啊 法轮功的学员到北京聚集包围中南海 那个当时啊 竟是引起天下震动 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之下 居然有几万法轮功学员 悄无声息的进入北京城包围了中南海 他们是怎么实现的呢 就是通过这个互联网的第一代的这个动员方法 用那个电子邮箱啊 电子邮件来互相联络来传递消息 当时中共啊 居然就没有监控住他 现在呢 中共加强了一些对员邮件的监控 但是也不是天衣无缝的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传播这个动员呢 是单向的传播的 还是可以的 只要我们呢 注册一些比较啊 安全的邮箱 比如说谷歌的邮箱 比如说啊 普通的邮箱普通没有啊 比如说哈庙 注册一些国外的邮箱 通过这些邮箱 来向国内的那些邮箱啊 大量的来散发我们的动员的号令 这就可以了 但是这个也需要大家花更多的功夫 为什么呢 大家一定要搜集你们将来想要动员的那些群体 那些社区 那些社区里面的老百姓的 他们的邮箱 要把他们的邮箱收集起来 搜集邮箱的方法非常的多啊 大家上网啊去搜寻一下 你有些甚至可以买得到的啊 搜集这些邮箱收集到将来啊 会有用处 如果是你在这个社区要想搞动员 至少是啊 一定要搜集到这个社区的百分之十的人的这种邮箱 有了这个基础了 那么你的这个动员呢 那就是易如反掌 如果是搜集不到这么多 那你搜集到百分之一也相当不错 当一个民怨成熟的那种社区啊 你再去想点一把火的时候啊 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星 那么我们的这个第一批的邮箱啊 这就是我们呢 把火柴投进去的那个一堆啊 小堆的这个干柴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些准备 除了互联网的这个动员的方法之外啊 我们还有更传统的方法 现在也用得上 比如说 撒船单 大家一听起撒船单 那就想到这个电影电视上面的一些镜头 那就是在二三十年代三四十年代啊 这个那个时候啊要搞革命 那就是有一些人热血青年走到街头啊 长发一甩 然后就拿着一叠船单 向这个人群当中一抛 同时高呼口号 那种方法呀 现在我们千万不要用太老套了 太过时了 风险太大了 那么怎么样撒船单呢 无穷无尽的方法 有一些比较安全的 有一些还是甚至是非常有趣味的方法 比如说啊 有个朋友他试验过的 他把一大跌船单呢 就放在这个一个高楼的楼顶上面的 那个最靠近的那个边缘的地方 然后呢 再拿了一个很破旧的电风扇 就对着他吹 他把最上面的那一些船单呢 把他用水把它给沾湿了 然后呢 让他比较重一点 他就把其他的船单都压住啊 然后他就把电风扇打开 自己就走了 然后过了一段时间 当电风扇呢 把上面几张风干了之后 吹干了之后啊 那个时候啊 下面的这些船单呢 就一张一张的 被那个电风扇吹的在满街飘舞 这就是一种方法 等到警察来的时候 人早就走了 根本不留任何痕迹啊 所以说这是一种方法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 更有意思的方法 现在啊 大家可能都见过无人机 有些无人机啊 是有四个翅膀的 有的有六个 有的有八个翅膀的 有的很大的 那么越大的 他宅的东西啊 宅重量就越大 我们的船单呢 不见得一定要做的 像是A式子那么大的 船单上面的信息啊 越浓缩越好 关于行动的这个时间 和地点的信息嘛 关于行动诉求的信息嘛 几十个字 一百个字 足够了 那么这么小的信息 我们只需要一小张纸片 一小张纸片就够了 那么这一小张纸片呢 它的重量很轻 我们把很多大量的这种纸片呢 就放在一个塑料袋子里面 把这个塑料袋啊 系在这个无人机的下面 然后塑料袋底部啊 是开口的啊 是暂时封起来 暂时封起来 那么用什么封呢 有的朋友也琢磨出来了 他是说啊 我用这个冰块 把这个底部啊给封起来 那个冰块呢 它见到的温度一高啊 它就要融化嘛 当你那个无人机啊 把这个装着宣传这个传单的 这口袋啊 带到人群密集的这些闹市区的时候啊 冰呢 就差不多融化了 冰一融化 这个传单啊 那些税纸片呢 上面记载着 写着这个动员号令的 动员消息的这些税纸片呢 就像这个天女上花一样 就飘下来了 在城市里面呢 就形成了一道景观 就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的这些信息也就传播出去了 大家就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传单呢 他不仅仅是 他不仅仅是啊 那些捡到传单的人 他会看 大家明白 现在啊 这个每个人手上都有一个手机的 他看见这种有趣的事情啊 有这个新闻效应的事情呢 他们一定是忍不住 要用手机记录下来 然后呢 要搞个明白 要跟大家解说一下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说 哪怕是我们用最原始的方法 来进行动员宣传 那么也一定会有人 用最先进的方法 来帮我们来传播 所以说原始的和先进的 这两个的传播的技术 就会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完成整个传播的这个过程 传播的渠道啊 非常的多 哪怕是我们这些都没有用啊 在一个民怨非常成熟的一个社会 口口相传都能够把人聚集起来 再跟大家讲一次 我们87年的这个怎么样 从全城北京城的各个高校 大家聚集到天安门广场了 那个时候啊 我们不仅仅是说没有手机 学校的电话呀都没有 都没有安装几个公用电话 我们也没有互联网 那是怎么样 人群都聚到一起的呢 就是口口相传啊 一个学校的几个学生 跑到另外一个学校说 1月1号大家要去天安门广场了 那么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些活跃分子 都有一些不安分的人 所以说这么一传就传开了 几天时间整个北京城的高校 大家都知道1月1号肯定要去的 肯定有人要去的 就是说那天呢 也就有一万多人 两万人去了 这就是在一个大家形成共识的时候 已经有了共识的时候 宣传动员就变得非常的容易 所以不要被这个动员这个词啊 民众动员这个词啊 被他吓倒 并不是那么困难 当然了 我们也需要动一定的脑筋 我们一定要知道要掌握动员的原理和方法 渠道已经有了 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老百姓呢 通过这些渠道把老百姓动员起来呢 一定要掌握群众心理学 让老百姓上街 让所有的这些对政权不满的人上街 怎么样才能够实现 怎么样通过什么样的心理机制呢 先我们来看一看啊 上街的这个心理动力是哪些 人为什么要上街去抗议 首先是因为他感觉到不公正嘛 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嘛 还有是这个他们利益受到了损害嘛 还有呢是因为有正义感嘛 那么这些心理状态啊 最后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愤怒 就是自己非常的不满 所以叫做怨声载道 那个时候啊就是抗争的动员的好时机 那么有了这个愤怒 大家就想上街 但是这是动力啊 这是动力 但是呢也有阻力啊 阻力是什么呢 就是恐惧啊 恐惧啊 他知道每个人都知道啊 上了街之后 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打压啊 甚至是会遇到很大的危险啊 甚至是会被抓进去坐牢啊 这一旦坐牢了 工作可能就没有了 家人可能就受年累啊 自己啊 可能要会被殴打呀 可能会被判刑啊 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每个人心里面呢 都有这种恐惧 恐惧就是专制 专制集权呢 他用来统治老百姓的工具 而我们呢 动员 那就是一方面 要增强这个民众对现状的这个不满 增强民众对这个统治集团的愤怒 让这个动力增强 同时呢 让这个阻力减弱 让他们减弱呢 就是说啊 让他们的恐惧啊 要减少 甚至是消除 怎么样呢 让他们的恐惧减少和消除啊 有很多种方法 首先呢 就是啊 要形成一个自我强大的这种预期 就是说我们呢 那个时候一旦去抗争了 肯定是人多是重 那绝对的 不会说是这个形单因子啊 绝对不会说是变成弱势 我们呢 可能有十万 可能有一百万人去 那个时候 天塌下来都有大个子顶着 那所以说大家一起去 这是人多是重啊 这是要给大家形成这样一种预期 第二个呢 是要弱化 或者是虚无化 这个抗争的对象 我们抗争的那个对手啊 我们他并不强大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啊 在革命初期 绝对不要啊 把这个敌人啊 设定为最强大的那个敌人 比如说共产党啊 比如说习近平 你不要把这些设定成自己的敌人 而要把那些啊 最弱的 比如说本地的贪官啊 本地的一个这个小警察啊 他打了人了 或者是这个本地的一某一起 这个司法不公的案件 那么这些 他们相对的来讲 就不是那么强势 大家对他们呢 就没有那么大的恐惧 让这些来作为我们抗争的对象 老百姓就说 我们还是有力量 把他们搞定了啊 我们有力量啊 至少是要冲击他们一下 如果说你刚开始就打出反共的旗号 那很多人那一想 哎呀 我们这全城的人出动 也打不过共产党嘛 是不是 全国老百姓 其他地方老百姓 会不会出动 我们也不知道嘛 那这个时候他们就不去了 所以说一定要等到 真正全国人都上街了 那那个时候才能打出反共的旗号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这些政治诉求 我们都不要拿出来 就拿这些啊 比较小的经济诉求 利益诉求 社会公益的诉求 一些小的诉求 具体的诉求 和老百姓呢 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些诉求 来调动大家的情绪 增强大家的愤怒 减少大家的恐惧 这是第二个啊 第三个呢 就是一定要把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 隐藏自我身份的 这样的一个机制 你比如说啊 这个在2014年的时候 昆明搞了一次游行 他们是抗议当地的一个 环境污染的项目 那大家都也很害怕呀 那些动员者啊 他们就说大家都戴上口罩 那么这一戴口罩 他就有双重的效果啊 第一个呢 是抗议环境污染 空气污染 戴上口罩是抗议 空气污染 这个和这个抗议的主题 是相切合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把每个人的脸都给遮起来了 你把自己的身份呢 给遮起来了 所以任他街上有多少摄像头 但是都没有办法辨别 一个戴了口罩的这个脸呢 到底是哪一个人的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给大家增加了一些安全感 所以下一次 无论将来呀 大家抗议是什么 在初期的时候 在恐惧感 还没有消失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 再继续用这个招数 尤其是现在啊 我们中国整个的 东部啊 经济发达 人口密集的地区 都是啊 重污染期 都是雾霾呀 这个弥漫的地区 我们出门的时候啊 大家都可以戴一个口罩 把大家平时都戴一个口罩 戴口罩成了习惯 到时候上街抗议的时候 就戴着口罩去 减小恐惧 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一方面是减小恐惧 一方面呢 是增强动力 当这个动力大于阻力了啊 当这个愤怒大于恐惧了 这个时候啊 动员就特别容易成功 所以说大家掌握了这个原理 今后啊 动员起来 就更加的得心应手 那动员呢 还有一个啊 这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大家一定要精准的 选定动员的人群 动员的社区 动员的地区 有些朋友啊 一想到民众动员 就想着干大事 就想着进行全国的动员 在现在这个中国的这种条件下啊 反对派的力量 这个反抗者的力量 没有任何一个团队 任何一个人 能够达到这种效果 但是呢 我们可以啊 选定某一个群体 选定某一个地区 选定甚至是某一个社区 来进行动员 这个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力所能及的 我哪怕是住在啊 一个 城市的一个偏僻的小区里面 那个小区里面可能也有好几千人呢 如果那个地区啊 已经发生了这个很强的这种污染 雾霾啊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就可以在那个地区进行动员了 当然了 我指的是适当的时候啊 适当的时候 那么如果我仅仅是住在一个乡镇的 如果那乡镇呢 有这个对农民不公的这种情况 比如说像乌坎那种情况 在在那个地区发生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那个地区进行动员了 那么当一个地区啊 有很多种社会不公现象同时发生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整个的 那个地区的老百姓进行动员 把各种各样的诉求一起提出来 让对那个地区的各个群体来进行动员 这个是很多的个人很多的团队啊 我们都有这个能力的 只要大家平时啊 做好准备 这个积累好足够的这些信息 这些资源 做好足够的这些预案 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选定这些社区 同时呢 选定了这个人群之后 社区之后啊 我们就要找到这些社区 跟他们相匹配的诉求 对这些人来讲 哪一些诉求是最能够打动他们的 哪一些诉求是最能够激发出他们的愤怒情绪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村庄 他旁边呢 就有一个化工厂 那么以环保为诉求 就最能够打动这一个社区人的 他们的这种愤怒和不满 那如果一个地区 这地区区啊 这个贪官污吏啊 特别厉害啊 某一些事件呢 已经引起了大家的公愤了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以这一起事件 把他列举出来 告诉大家 不上街啊 不进行抗议 不阻止这一些暴行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够安全 我们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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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后代都不能够安全 那么这个时候也可以激起大家最大的愤怒 所以说啊 选择这个诉求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反对派 不可能呢 像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那么幸运 一生号令了几百万人上街 我们也不可能像埃及那么幸运 在脸书上面组一个群群组就有40万人 一则这个消息发出去啊 第二天全国人就都知道了 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扎扎实实的 把我们的社区 把我们所在的这些地区 把它经营好 把我们的这个抗争的这个事件 把它具体化 把它本地化 当全国有无数的这样的自私人人 当有无数的这样的这个团队 都在经营自己的这个地区的动员能力 那么我们到时候动员全国 那就是顺理成章 瓜熟地落的事情 好 关于动员呢 我只是讲到了第一部分 这就是在前期 在革命之初 进行动员的一些基本的原理和方法和渠道 下一次呢 我们再讲革命一旦展开之后 应当怎么样 扩大声势 扩大进行动员 今天就讲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谢谢大家 再见